那时候我头都有点晕了 然后才知道 然后等于是来 然后给他们去的 今年40岁的姚先生常年在外工作 与妻子分居太久 性生活比较饥渴男人 某天在下班必经之路的宾馆门口 直接花了50元就与农庄艳母的美女邂逅了 但在她进行一般的时候 没到对方的下体不对劲 姚先生立刻逃了出来 却不想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就在近日 姚先生因涉嫌不正当交易 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拘留 为了躲避民警的抓捕 一名打扮的画质刁斩 穿着性感黑丝袜的女子 爬到了一棵大树上 民警担心女子会有生命安全问题 在下面不停地劝说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这名女子才下来 等她下来的那一刻 民警们内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这名农庄艳母 穿着性感丝袜的女子 竟然是一名五大三粗的小伙 这名小伙的女子半想让人超乎想象 穿上黑丝袜 踩上高跟鞋 涂上口红 不但骗过了嫖客 甚至把民警们都骗过了 这高超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不过有一点让人很是疑惑 既然美女是男子伪装的 嫖客又是怎么和她发生关系的呢 为了查清事情的真相 记者带着疑惑对小伙展开了调查 眼前这三名性感美女都是 男子伪装的 他们的伪装 不仅把嫖客们耍得团团转 连民警都分不清他们是男是女 如果不是嫖客们太过热情 都发现不了他们既然是男的 那个时候我头都有点晕了 然后才知道 然后等于是男 然后让他们去的 姚某坦言道 原本自己花了50元 找的是性感美女 自己当时付完钱后 就去了一间比较暗屋子 如果不是身体接触 正在在进行到不可描述的画面时 都没能发现 竟然是一个小伙 精神差 他们懒客的对象主要 都是一些农民工和老年人 这些占捷懒客的女子 基本都是40岁以上的 而且他们服务的价钱都是不同的 从20元到50元不等 因人而异 这三名农装艳抹的小伙子 包括卖淫嫖娼的世俗女 都已经被南宁市公安机关 以法拘留了 但具体的还得进一步调查 对此小编想说 大家一定要遵纪守法法 不要贪图一时的爽快 而去知法犯法 大家对于对于姚某 花50元嫖子这件事 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